我的脂肪補在全臉上 结果我的额头就出现该化 剥开头发 额头上露出黑色阴影 竟然是个大凹洞 知名带货网红 日前到医美整形 术后发生悲剧 到消肿之后我就发现说 怎么会有肿块 我就去回诊问医生 然后他说那你这边的话 我可以帮你打消指针 之后这边的结块没有削 旁边的脂肪 因为有补脂的关系 所以旁边的脂肪就一起削掉 因为艾美想让全臉 看起来更丰润 网红Eva花了17万 拿手臂和后背字体脂肪 填补脸部瑕疵 只是术后额头却出现 硬块和钙化 后遗症应该是 如果我都没有处理的话 他可能永久都是这样 其实是蛮明显的失败 手术之前 Eva直播带货气场强大 但对比现在额头都一块 西一块凹凸不平 靠脸蛋吃饭的他觉得好沮丧 人家会问我说 你额头这里怎么了 是撞到吗 还是受伤 算免费的重修这样子 可是我应该不会再考虑回去 自体脂肪不只是医美 目前常见的手术 其他诊所专业医师认为 这项手术成败的关键点 在于术前评估 患者他本身血液 他没有及时的供应过来 就会造成说 有些地方他的脂肪存活下来了 可是有些地方 他的脂肪是没有办法存活的情况下 就会造成有一点点 不平整的现象 尤其这些地方最容易出现在哪里 额头 想变美不是不行 但术前都要再三审慎 毕竟医生病人都不希望 爱美的路上会吐嘴 在新闻江文贤 陈婷如 他会报道